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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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将会成为新加坡经济和社会的重要资产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 在昨天的开幕此中 我简要地提到新加坡所面对的一些外在的不确定因素 全球投资环境存在不确定性 还有国际贸易环境波动导致全球的供应链也产生变化 由于我国向来采取开放的经济政策 因此也会受到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不过 也正因为我们的经济如此开放 新加坡才能够抓住新的机遇 在这里我也鼓励各位相互支持 建立新能力 掌握新技能 携手开创新市场 在国内 新加坡也面临人口老龄化 和收入差距扩大等挑战 这些都是复杂的跨领域问题 无法靠单一方案来解决 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的社会必须团结一致 重视并解决这些问题 企业在这些方面也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我很高兴各位当中已经有许多人做出贡献 有五分之一的企业参与义工活动 邻里企业也伸出援手 比方说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 向弱势群体分发食物优惠券 我也注意到有三分之二 还未行动的企业也有意愿开始回馈社会 我相信在座很多也是社区领袖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带队公司的团队 以身作则让我们打碍一个 更具包容心的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小的经济体 市场规模有限 企业之间也不免偶尔会有竞争 不过最重要的就是在座的各位也了解 企业之间未必只能是竞争对手 而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提携 还有分享也能够在国家的进程当中创造价值 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大家除了充分利用政府所提供的资源 也要借助同行的鼓励和支持 正如我们昨天所提到的 我鼓励大家运用所有现有的资源来进行商业转型 不过商业转型也只是我们需要做的许多事情当中的一部分 各位的员工也有机会接受培训和提升技能 使公司能够从转型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政府最近宣布推出生产力解决方案津贴计划 如技能创前程的培训津贴 以辅助现有支持生产力解决方案的各类津贴计划 除了为现有课程提供补贴 也帮助公司培养能运用科技 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熟练员工 如果各位需要更客制化的服务 企业发展计划也能够协助公司开展增强业务能力的项目 通过科技重新设计工作流程 或通过国际化进军海外市场 新加坡有超过20万家公司 企业的需求因为各自的情况而大不相同 尽管政府竭尽所能 不过可能还是无法确切地了解 并为每一家公司提供客制化的服务 我鼓励各位相互扶持 一同创造新机遇 老板联谊会还有我们的多个商会与商团 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商业联合会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等举办的海外考察团 让会员可以携手探寻国际商机 无需在计划进军新市场时 从头摸索 最近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带团 前往中国青岛时 就协助一家本地儿童健身公司 Berry Fun Gym 了解青岛的法规 以及开拓合作伙伴网络 这家公司便有机会拓展海外市场 借助其他企业的专业知识 更好的开发针对中国市场的整体计划 其他的新加坡商团 比方说新加坡物流业协会 也提供专业培训课程 和会员分享实践技能和知识 商会和商团是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 你们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重要桥梁 通过商会与商团来维护集体利益 各位可以更好的为政府提供宝贵的反馈 同时抓住新机遇 当企业取得成功之后 我们也希望商业领袖 能为其他国人提供援助 我们意识到新加坡的经济增长 不能只是依靠小众精英 它也需要员工 客户 供应商的付出 以及一个稳定和有凝聚力的社会 为了取得更好的经济发展 我们需要不断地确保企业的成功 能扩大至公司 员工和社群的成功 2017年 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推出了关爱新加坡行动SGCAS 这项运动旨在让公共机构 企业和社区伙伴 为所有人打造一个更具爱心 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作为企业领导 你们每一位都是其他本地公司 可以效仿的榜样 这不仅仅是在商业成就方面 也包括各位洞悉未来掌握全局的能力 以及积极为社区做出贡献的精神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企业 社会责任的项目 来为大家献出爱心和温暖 在各位当中呢 或许会有人参加了今天下午的 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的研讨会 希望这次的研讨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 激励更多的人 支持和参与关爱新加坡行动 在座各位每天忙于公司的业务 有时不免无暇兼顾公司 在更广泛社群中所扮演的角色 希望这一趟老板联谊会 邮轮学习之旅 有助于激发大家的互助精神 在商业社群 可以通过一起开发新公司 创新和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同时在企业的发展道路上 不忘改善社会 这也是在帮助你们的企业和公司 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和美好的环境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老板联谊会 和新明日报 老板联谊会和新明日报 都意识到提供这个平台 让商业社群聚在一起 相互交流和学习的重要性 希望在座的每个人都在这个周末 得到了新的启发和新的合作机会 邮轮学习之旅 结束并不是学习的终点 而是将这些新的想法付诸于行动的开始 我期待在未来几年之内 见证各位新一轮的成功 谢谢大家